腾讯体育市北京时间8月6日,2018年LPL下季赛,第七周最佳阵容新鲜出炉。 Molio,Nin,Mol,Lokin,T6A5的选手,在本周凭借着各自的游戏发为成功入选。最佳上单,TopMolio Top战队在上周,获得了两连胜的战绩。 Molio也在对阵那三军的第一局比赛中,凭借41%上海战比的全场,获得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二个MVP。 Molio,在对阵危机的比赛中,Molio的Nin的队伍劣势的情况,下强行开团帮助队伍逆转比赛,35%上海战比的天雷凯南,也很好地做到了单带牵着对面。 Molio的38.8%的身团率,541%的分军上海,以及38%的长均控制数据,都为列上周LPL上单第二类,各项数据都不足的他,也值得为选入州最佳阵容榜。 Molio首次入选州最佳阵容,最佳达赢,Igninin在势力强大的IT战队中,一直是队伍的节奏发动机。 在上周的比赛中,无论是使用坚决,锯模,或是酒桶,他都能成功在前期帮助线上打出优势,从而带动队伍节奏拱击雪球,340%的分军伤害,369%的分军经济,军类率上周LPL打野位中的第一,最佳中单,Molio在今年夏季,赛中的成绩并不算很好。 但上周的两连胜帮助队伍找回了状态,中单谋两场比赛中佐,伊和亚佐的完美发挥,也帮助队伍顺利赢下比赛,从数据上来看,7.0的KDA80.6%的生团率,661的分军伤害,以及148.8%的超高伤害转换率,四项数据都位列上周LPL中单榜首,入选最佳阵容是巨明归。 最佳ADC,这赛季第二次入围州最佳阵容,JDG这赛季的两连表现,也与他的出色发挥分崩开。 在本周对阵1DG时使用维鲁斯和伊泽瑞尔打出的近40%伤害战比,绑住队伍战胜强敌。 在对阵OMG时使用维鲁斯,打出了5-0-4的完美KDA也让他收获了这个赛季第六次MVP,最佳辅助。 Rikuloglu作为队伍和CSMVP的辅助,曾一度被认为是队伍的短板,在队伍初期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些失误,使他并不被看好。 但近期队伍队员机越来越好的磨合,也使RW的下路双人组常常能够在线上打出优势。 本周对阵强DDDG的比赛中,无论是Killian的谈目找时机开车抓人,或是洛先手开团打出完美控制,都是帮助队伍赢下比赛的关键。 文西西非安的免责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